我觉得他们养我就是很放养嘛 就是什么都不在意的 不管 他酬烟也跟人家一起喝酒 这些我都不是很在意 但是他没有责任感 比如说他说 反正我也养不活自己 以后如果你们死了 我也死 在钱的问题上 妈妈并不苛待钱多多 但对他学业没有计划 人生毫无规划的完事不公 一直耿耿于怀 多多 我再讲一遍 你要做一个学习计划出来 什么计划 你在英国的时候 我们电话里面收法的事情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我如果做一个学习计划 我不执行的话 那有什么用 反正就是我要说的事情 不是弱过的 以后我觉得你也不要再让我做什么了 应该也就够了 那你意思就是 你又不是我妈了呗 对吧 就不是我妈呗 那你做完头发 那我们就吃个三火饭 然后就可以走了 我只要你承担 你该承担的责任 我承担在 我哪里不承担啊 多多讨厌 妈妈给她灌输各种人生道理 包括她说话的口吻 你今天去那个干嘛干嘛 然后你明天去那个干嘛干嘛 就她每次都是命令我的口气 去跟我说话 我很讨厌这一点 多多 你能不能待会儿写一下 又是我 你就会说我 又要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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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我说话十句话里面有八句话 让我干嘛 干嘛 干嘛的 你翻误过弟弟做什么事情吧 你让他做什么事情了 问你啊 杨家乐 你听到没有 杨家乐 我的态度是忍着 青春期的小孩 你话越多 越没有分量 我不做 你爱写自己写 随便 你有病啊你 他就是不愿意承担责任 他架根不觉得这个是需要承担的责任 如果他一直不会说到做到 承担责任 我还会继续以现在的模式和他相处下去 一场争吵没能平息多多的愤懑